無論在如何艱苦的環境裡 仍然要堅持信神 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吳紹平 在拜讀李洪志先生 為什麼會有人類一問候 獲得這樣的啟發 他表示 這篇文章告誡世人 要積德行善 起敵人心 在親語和告慾世人 特別是那些正在作惡的人 停止你們的作惡 多吉善行得 為自己留下福報 吳紹平說 拜讀李洪志先生的這篇文章後 感觸較深的是文中提到了 新天瑜是絕對純淨美好的 那麼人類如何才能回天呢 他的理解是無論環境如何 都要堅持對神的信仰 我們無論在什麼樣的一種 辛苦的環境裡面 仍然要堅持對著這種信仰 面對這種瘋狂複雜的這種世界 仍然要記得 我們應當要繼續信神 這個世界是神創造的一個世界 不能因為有這些無神論 進化論 包括我們能在生活當中 受到這種苦難啊 然後放棄 對神的這種信仰 你要得救的話 你就得信神 吳紹平表示 李洪志先生這篇文章 讓人們受到啟迪 懂得自我反省 會很大程度的機會讓我們去對到自己的行為 去反省自我 通過這種反思來 讓自己呢 自己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 追求事業的過程當中 對於未來 一個能保持一種信念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 要知道自己所要往的路是什麼 我覺得這一點的話 這篇文章裡面都給了我們這樣的一種 一種一種啟花吧 吳紹平說 他也從李洪志先生這篇文章中受到激勵 我們正在經歷一種苦 離開自己祖國的苦 離開自己自己國內親人的苦 但是我們仍然要保持自己的這種 對存在美好的一種世界的一種向往 對美好中國的一種向往 在金谷的環境中仍然要予以繼續的堅持 並且保持自己的善念不變 吳紹平對李洪志大師表達由衷的敬意 他帶領如此多的信徒 追求自己的這種真善忍這樣的一種信仰 而且像是能揭露中共的醜陋和罪惡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來講 法輪功全體所提到的這個作用來講 沒有任何一股力量可以超越的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陳傑 長春 李佩玲採訪報導